主题式 我详细看四呼含是在后面顺序 主题式是给大家知道 在新的圣经讲关于耶稣有不同的主题 其实不止这些主题 不过我抽出其中一些主题 其中一个就是主耶稣是神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重要呢? 大家都听过耶华见证人 他们是不信耶稣是神 其实也不止是耶华见证人 也有不同的人 他们会否认耶稣的神圣 所以我们知道耶稣的神圣是非常重要的 马太二章十一节说到 博士苦福拜那小孩子 所以这里是拜他 然后呢 马太八章二节有一个长大麻风 又是来拜他 你这样去想 他说去拜 马太是一个犹太人 从犹太人来说 大声一点 对了 也不会拜别的神 也不会拜别人 怎么会拜呢? 所以马太会这样记载呢? 他一开始就是说到耶稣的家谱 所以有些人 有些犹太人看的时候 哇 什么这么犹太 这么犹太化的呢? 他就发觉 其实马太夫是真的 对于犹太人来说 好像看他们的旧约圣经 里面说的东西 一开始就是 好像旧约圣经那种铺牌 而这里会说到他拜他 第三 马太九章十八节 都是说到管会堂的来拜他 第四 船上的人也拜他 那个妇人 加南的妇人也拜他 西彼泰的母亲 西彼泰的母亲 就上来拜他 耶稣復活之后 那些妇女就抱着她的脚拜他 马太二十八章十七节 门徒看到耶稣就拜他 马可夫人就是 隔离心被鬼附的人 跑过去拜他 就是 路加二十四章五十二节 门徒 又是去拜耶稣 约翰一章一节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所以这个就说到 道就是神 所以他就是神 他与神同在 他又是神 在耶稣见证人 他就会这样说 他说 这里就是 is a god 因为他们要否认 他们的新世界语本 就把它改成 is a god 但是呢 就是有人就很 去回应他 去问他 他说 你们是不是 有这个多神论的 他说不是 我们不是多神论 为什么除了真神 还有一个 另外还有一个神 所以 他们无言可答 他们又信多一个神 为什么耶稣是另一个神 天上的神 应该是另一个神 所以这里 他们是勉强 因为他们想不通 关于神 圣经说到耶稣是神 他没有办法想得通 他就变成了他的教义 我都想说说 很多人就 将这个道成了肉身 就变成了 神道成肉身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这句话 很多人说 神道成肉身 有没有听过 他不是道成了肉身 他是神道成了肉身 那他的道就不是 不是这个道 道就是 the word of god 就是神 将他自己 这个word 成了肉身 但就不是神道成肉身 例如有些人都会这样说 他说 谁是神仙道成肉身 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话 有些电影 有些电影 有时都会说 古代的人道成肉身 这个说法 其实是不合乎圣经的文法的 圣经是道成肉身 所以我们就不要说 神道成肉身 或者耶稣道成肉身 不是他道成肉身 而是道成了肉身 好了 然后约翰9章38节 也是拜耶稣 这个生流黑眼的人 这一号之后 多玛就说 我的主 我的神 其实有更多地方 其实耶稣说七次 我是 他比如说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 我是复活 我是生命 中文圣经 我本来翻译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其实他的原文是 我是复活 我是生命 其实这个已经说他是神 他说信我的人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人不可以说这句话 怎么可以说你信我 又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所以 其实还有更多说话 我在下面的顺次序 我写了很多神圣的地方 就是 我也都解释的 就是我用了很多时间写的下面 那个顺次序 解释四福音那里 OK 这个是 这个是topical 主题式 好 第十三日 下面就是主耶稣是大胃的子孙 是应许的救主 这里我不说了 这里 中文第三 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和基督 这里我都不说了 因为圣经都是 有不同地方承认他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这些我列出来给大家知道 耶稣是王 在耶稣出生的时候 他要作亚国家的王直到永远 他的国有没有穷尽 还有将来 有一位君王要从你拿出来 牧养我的以色列文 基拉多问他你是不是王 他说我是王 即是你说的事 我为此而生 中文第五 就是说 旧约的人已经等候耶稣来了 就是他们想见到 不过见不到 中文第六 在约翰福音 主耶稣说七次 我是 都是说出他的神性权并和能力 第一次就是我就是生命的良 道我者你来必定不我 信我的永远不渴 这个事情 人不可以说 怎么可以说 你来我这儿 你就不会渴 不会渴 第二 这个当然不我不渴 是指到灵里面 第二 就是耶稣说 我是世界的光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 跟从我的 就不再黑暗里走 这也没有人能够这么说 你跟我就没有黑暗了 第三 他是羊的门 从我进入的 出入得草吃 但是 以先来的都是贼 是强盗 没有一个人能够这么说 其他人 带领你们 是贼来的 我才是 你可以得到 进入 出入得草吃 并且必然得救 然后第二 约翰十章十一节 我是好木人 好木人为羊舍命 就是他一早就知道他要写明的 二汉十一章二十五节 復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我就是復活和生命 这个是没有人能够说的 我信我的人都会復活 哪个人可以说 你信我就可以叫你復活呢 除了神之外 然后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 就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就是我就是那条路去附那里 如果不借着 我没有人能到附那里去 就是我就是那条路 我又是真理 我是将真理完全显露出来 我也是生命 所以这三点也是很明显的神性 我是真葡萄树 我是栽培的人 尝在我里面的 我尝在他里面 这个人就多结果子了 就是说到他里面那种生命流露出来 这个都是人做不到的事 主耶稣的重要的应许 其实我们发觉耶稣可以说 每一个主题都一定有应许 所有他吩咐我们做的事都有应许 不过他不是每一次都说的那些应许 有时候有些地方 你从其他地方去提到 比如信心 他又说到你有信心你仍有移山 但他不是每次都有这样说的 他有时候会指责门徒没有信心 但是他有时候又会说到你有信心 有一粒介菜种都能够移山的 那这些应许呢 也都包括他自己的本质 他的能力 比如说 跟从我第一个道 马太四章十九节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如一样 那这个都是一个很强烈的权柄 你跟我呢 你就得人如得如 你就可以得到一些人了 是没有人能够应许这件事的 这个就是鼓励我们去传福音 神会使用我们 我们会得人如得如的 而八幅呢 也都是全部都有应许的 我们迟些再看这个八幅 由马太十章四十二节那里 《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子》 你把一杯凉水吸着小子 你都一个渴 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这个也是很特别的 耶稣不是说 你救了一个人 就不能不得赏赐 给了一杯凉水 所以这个就是耶稣的特色 就是他用一个 每个人都做到的东西 来鼓励我们 你去做 你做了 你一定得到赏赐 这个作为鼓励 就不是说 你要够好才做 才得赏赐 你就算给了一杯凉水 谁人都做到 你都可以得赏赐 这个就是看到耶稣那种 接纳人的心 没有批判的心 因为普通人就会 要求人你要够好 够好 但是耶稣不是这样的 耶稣就是说 你就算给了一杯凉水 都不能不得赏赐的 好了 马太 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子里来 我就使你得到安息 这个也是很特别的 人怎么可以说 你来跟我 那你就没有烦恼了 没有人可以应去这件事 还有你付我的压 就是跟我一起侍奉 好像牛 耕田的压 你付这个压 学我的样式 那你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了 其实你的心里原文是灵魂 你的灵魂呢 就会享受到安息了 那这件事也是 没有人可以答应的 你跟我一起做我的事 又学我的生命 那你就得到安息了 因为我的压是容易 而我仅仅是兴散 也没有人跟我说这件事 你跟我 你做的事情 全部都很容易 那有些人说 不是容易 哪里容易呢 当我们用一个标准 我要带到多少人信主 你可能觉得很难 但当我们说 我彰显神的荣耀 神的恩典 让人看到神多美善 这件事就不难 其实当我们越是彰显神的恩典 越容易吸引人跟随耶稣 因为很多人 侍奉的时候 只是想着我要 怎样改变那个人 没有想到 我彰显神的荣耀 神那种兴散喜乐 平安 彰显的生命 人就会被吸引 所以你看圣经 详细看 你发觉圣经经常说到 神那种美善 和祂应许 祂那种给我们的帮助 实在是很多的 马可十章二十九节 那里说到 为福音撇下任何的东西 今世得百倍 来世得荣生 并且要受逼迫 不如加上这句 有很多人就不喜欢这件事 哇 逼迫 但我们这样想 我们受逼迫 是受得更大的赏赐 所以这个其实是有福的事 也都是说 这句说话 是回应 那个什么 封圣神学 大家有没有听过封圣神学 封圣神学 Prosperity Gospel 很着重就是 你听耶稣说 你一定会封圣 还有他们很多时候 会鼓励人奉献 你奉献多少钱 神又会给你多少倍 神是会这样做 不过我们不是用这个动力去 推动人去奉献 因为有时候有些人 他们注目在 有些 其实有些很出名的 曝导家 都很 很喜欢 说到 你 怎样奉献 你一定会很丰盛 你一定会 总之你会 他不会说到你会受迫白 他会说到 你会有很多财富 很多在地上得到的东西 其实有些很出名的 所有报道家都是用这些教导的 那 其实我们 圣经是怎么说的 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意 这一切给你 神是会供应我们 不过供应不代表一定有钱 这个 封圣神学的问题在哪里呢 就好像 Define了封圣一定是有钱 而且是会成功 所以叫成功神学 成功神学 有没有听过 他就定义了成功 反而我们是说什么呢 我们听耶稣说 一定会有封圣的生命 神会供应我们 和会令到我们做到神的心意 OK 路加6章37节 这里有很多应许 非常好的应许 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 不定人的罪就不被论罪 你饶恕人就必蒙饶恕 你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 这个给人 其实原文只是给他们 他说给 and it will be given to you 不是没有个人字的 即是包括奉献给神或者给人 但是中文加了个人字 就必有给你们 并且用十足的星斗 清到十足 连遥带岸 好像给了一袋米 又遥又禁 上尖下流 即是上诺倒到满到写了 下面都流写了 流写出来的 在你的怀中 你用什么粮气粮给人 也都用什么粮气粮给你们 这句说话真的 没有人能够答应的 你听我的话做这些东西 你就会 我给了很多很多东西 封性给你 很多人不能够做到 但是这个封性 是 我们要知道 这个封性就是 我们有足够去发挥生命 不代表一定是有钱 但是 当这个人需要做 需要钱的事工 神是会供应他的需要 比如我现在做的宣教的机构 我们其实不是很多人支持的 但是我们有足够去帮 我们宣教去很多国家 还有我帮很多国家买器材 可以看我网上的直播 我在网上有英文的直播 事奉训练的 我们帮那些地方买器材 可以看到 这些都是神供应我们的需要 当我们听神的话 神会为你开路 好了 接着 路加十一章十三节 天父 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 就是 你亲近他求他 他就会将圣灵给你了 语言四章十四节 人渴我所赐的水 就永远不渴 我所赐的水在他里头成为传言 涌到永生 就是说到你在里面涌流出那种生命 一路涌流到永生 这个都是没有人能够答应到的 所以耶稣的说话是非常之特别的 约翰四章三十六节 修割的人得公价 積蓄五谷度永生 叫杀种的和修割一起快乐 就是你会得到赏赐 当你传福音的时候 和一起快乐 接着第十 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 人若喝了可以到我自己来喝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 从他福中要流出活水的光鹤来 这个也是人不能够答应到 只有神可以答应到的 约翰十章二十七节 我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都认识他们 他们跟着我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这句话 很多人就会 有些宗派就会用这句话 就说 人是一致得救永得救 不过我在下面 我有其中 顺次序讲圣经 我有列出 圣经有不同经文 是讲到可以失去救恩的 到底 这个不能够从他手中 将这些羊夺去是什么意思呢 到底这些是一次信了耶稣 就是他的羊 因为信主到底 从圣经来说 圣经真的有很多经文 是讲到 我们迟些会看的 真是人是可以失去救恩 所以这个羊 属于耶稣的人 就是他会 一直信耶稣 到底 不是暂时信耶稣那种 那种 我稍后 下面有列出经文 第八 耶稣在神的全能保护和计划之下 他不被希律撒死 以及不是上头赐给比拉多 他没有权并扮他的 然后第九 中文第九 就是主耶稣 满有权并和能力 他有权并叫人得人鱼得鱼 他说话好像有权并的人 他有平静风和风浪 第四 他有赦罪的权并 第五 他能够 他可以给门徒有权并 赶鬼医病 第六 他教会建造在这个盆石上 陰间的权并不能够胜 他可以胜过陰间的权并 第七 天上地下的权并都赐给他 所以他教我们传福音 所有权并都有了 《摄徒行传》 十章三十八节 神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冷耶稣 叫他能够行善事 以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 这个就是他有圣灵和他的能力 主耶稣的神迹证明 中文第十 主耶稣的神迹证明 他是旧约圣经预言的旧主 约翰呢 因为他被捉了去坐牢 当时那些怀疑 他参与门徒去问耶稣 到底你是我们等过的人 还是将来还有另一个 耶稣就 告诉他的门徒 你回去告诉他 你所看见的事 就是什么呢 核眼的看见 挟子行走 长大麻风的结症 龙子听见死人复活 穷人有风险传给他 这个就是以赛书 预言到基督来的时候的情况 就是当预言应验的时候 这些神迹证明耶稣就是救主 主耶稣和安息日 这个也是犹太人 反对他的很重要的原因 但耶稣是有回应他的 他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而且他说到安息日 如果一只羊掉到坑 你会不会捉上来呢 所以他说在安息日做善事 去救人是可以的 路加十三章十六节 这个女人是阿巴拉罕的后裔 被撒旦捆绑十八年 应不应该在安息日解开他的捆绑呢 所以耶稣说到安息日的意义 就是能够那天得释放的日子 不只是那天什么都不能做 而是那天是一个释放的日子 然后耶稣就说到 祭司犯安息日 也不算犯安息日 为什么呢?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如果行割礼的时候 刚刚是安息日 因为圣经说是第八天要行割礼的 如果第八天对安息日 他都要行割礼的 这样的时候 他们在安息日受割礼 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 那我叫一个安息日 在安息日叫人传好 你就向我发怒吗? 所以耶稣有说出不同的原因 就是说 他在安息日就叫人得释放 得医治 和他是安息日的主 安息日是为了人的 马太 这里就是说到 马太十五章三和五节 就是说到 不要因为遗传 废弃了神的戒命 因为他们 他说 已经将 给父母做了奉献 好了 第十二点 就是主耶稣的智慧 这里我们不说了 大家都可以看 他如何处理人的问题 主耶稣要祷告 我们跳来看 第一个路加福音三章21到22节 耶稣受洗 祷告的时候 天就开了 圣灵就降临在他身上 就是当他祷告的时候 圣灵就降临在他身上 好像甲子 然后耶稣关于祷告 就是说 你们没有祈求以先 你们所需用的 你的符已经知道了 这里说出祷告很重要的就是 你不要以为 祷告是改变神 你未求 神已经知道 祂已经想给你的 你只要先求 祂的国和祂的义 一切加给你的 神是想给你的 然后就是主统文 就是 里面 我们迟些会说的 里面有很多都是为到 神的名 神的国度 神的旨意 祈祷 而为人 为自己 就是 我们的食物 然后就是 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 禁救我们 凶恶 免我们的债 和我们的免购人的债 都是 说到 属灵上的为主 是一句说到 身体的需要 因为 神会供应我们的需要 不是整天祈祷 就是万能求我本身的需要 其实 圣经已经答应了 我们听神的话 神会给我们的 是 是 那是 我们的 神会 是 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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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 其实 马可十一章十七节 我们称为万国祷告的殿 这是一个祷告的殿 说到祈祷 你无论求什么 马太二十一章二十二节 只要信就必得着 有些人就说 我信我真的好信 好信好信 我得着 第一就是有其他的经文 是告诉我们 信的意思是什么 有很多人的信的意思就是 我信会得到 我就会得到 但是 从整本圣经来看 一个信靠神的人 就是他以神的事为念 他是 心以神的事为念的时候 心和神配合 神就会将他一切给他 所以这个信 不是只是说 信耶稣不是说 我信了 我信好信 会好信好信 而是说 我真的 我愿意 信靠他 我将生命 放在他手中 他成为我的带领 神成为我的带领 这个就是信耶稣 不是说 我只是好信好信 有些人就说 我好信好信 为什么得不到呢 是整个生命 献上给神 在约翰15章7节 那里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 我的话 有常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 就给你们成就 所以是说到 当我们常在耶稣里面 即是和他有生命的关系 神的话 常在我们里面 我们愿意的祈求 就给我们成就 是整个生命 是跟从神的路 先求神的国 和他的义 这一切就给我们了 OK 其他一些我们跳 路加9章28节 那里 灯山变形 那里耶稣一祈祷 跟着他 立即改变形象 那这个都是耶稣 和神那种密切的关系 他本身也是神来的 路加22章44节 耶稣极其伤痛 祷告更加狠切 看诸如大血点滴在地上 因为耶稣不是因为 钉十字架的痛苦 我们发觉耶稣在十字架上 他不是说我痛了 他说我的神 我的神 你为什么离弃我 他是和神的分离 因为他承担我们的罪 和奏座 所以他令到他 令到他 在很大的痛苦 OK 第十四 就是耶稣有强烈的怜悯 这里我们不看了 第十五 耶稣安慰人的心 这里我们 遲些会看到的 第十六 就是耶稣与个人的接触 就是他有很多个人的接触 而你发觉就是在路加福音 和约翰福音 为多的 主耶稣与信心 耶稣很强调信心的 但信心的定义 有很多人就这样想 你很信 很信 很信 这个就是信心 但是我们发觉 他称赞两个人的信心 一个就是 迦南妇人 耶稣说 不要拿儿女的饼给狗吃 他就说是 不过 狗都吃 主人出之上 吊下来的碎渣盐 这里就看到 这个是经常跌的 你可能要坐在那里扶着他 他一会儿就跌下去了 他一会儿就跌下去了 这个眼睛 OK 好 其实他的信心是什么呢 他的信心是说 神你一定有很多好东西 你给一点点我已经很足够了 他不是说我好信 好信 好信 当然我不反对人 好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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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问题的 但是很多人就定义了信心 就是你信得很强烈 他一会儿就跌了 问题就是他一会儿就跌了 几分钟就跌了 所以你看看没有办法 不过已经差不多到处了 都不要紧了 OK 就是他觉得在神那里手下 任何小小的礼物给我们 已经很足够 另外就是那个伯夫长 伯夫长就是说 你去 只要你吩咐一声 我 我仆人就会好 他是信 耶稣的权柄 他知道他有这个权柄 他是知道 耶稣的能力 他不是好像 他知道耶稣可靠的地方 应该说他认识 而不是说 他有几强的信念 其实有信念都OK的 不过有一句你插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 这个有一句 现在的时间很少 十八 主耶稣呼召传人 跟从他就是 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社记 天天背他十字架跟从我 我们跳下去 十九 耶稣派人传呼叹 这里我们不看了 二十 耶稣的名声传阳甚广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呢?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研究 福音书会不会是一些作出来的故事 你这样想想 耶稣其实不是那么厉害的 不过四福音书就把他写到很厉害 你不如坐来托着他 你托着他 你托着他 这样托着他 你看着那里托着他 四福音其实不是真的 是只是那些人的 只是那些人将他夸大 但是我看到圣经里面 《南马太福音》四章二十四、二十五节 很多人从加利利、底加坡利 底加坡利是哪里呢? 在加利利以东很大的地区 耶路撒冷、犹太、若旦河外、若旦河东面 那些人来跟从他 福音书记载耶稣有很多人跟着他 有五千、四千人喂饱 然后《路加十一》二章一节 有几万人聚集 甚至给一支铲铲铲 这里讲到什么呢? 就是很多人跟着耶稣 大家想想一下 如果你在以色列的地方 你在那里长大的 现在有福音书出现 就说耶稣曾经在这个地方 传到很多人听他 好像假节 假节耶稣在香港出生 你是香港人 现在有人写一本书 耶稣在几年 假节在二千年来到香港 传到很多人信耶稣 整条街都是跟着他 什么病人都很好了 譬如这样有人写 那你是香港人 你会有什么反应呢? 一个反应就是 真的我见过 我听过 一定听过 是真的 耶稣真是神的儿子 但是另外有些人的反应 他说我从来没听过 我在香港大都没听过 如果你撞个故事 都没有不可信 就是凡是一件事 根据本地发生的事 是一定那些人会去考证的 而这个信念 不可以是这个人死了之后 二十年你才可以传 譬如说 二十年之前 以前有个耶稣来过 就医疗病人 有些人就说 那你为什么二十年之前 我没有听过呢? 所以凡是一些 当地实际发生的事 一定是当时已经传开 而本书只是印证他 大家能不能拿到这一点 如果耶稣根本没有这样传到 那些人出了四福音 那些人说 这个说大话说得太离谱了 因为以色列人 他们都很着重律法 不可以作假见证 他说 你作了全部都是假见证 全部都是假的 都没听过 是不会有人相信的 人们就觉得这个是虚假的 但是当时来说 是没有人去这样攻击的 不是这样攻击基督教的 所以这一点 是证实 耶稣当时真的非常广泉 现在广泉这件事 他行神之广泉 是一定当时已经开始 后来福音书出现的时候 是证实这件事 你几十年之后 你说以前曾经有这样的先知 没有人 听到说 我都没听过 没见过 所以没有人会相信的 所以一定是当时已经传开的 OK 好 这一点有没有问题 这一点是证明耶稣 福音书是真的记载耶稣所做的事 OK 耶稣看重遵从他的戒命 其实圣经讲很多的恩典 都是讲到遵从他的戒命 而他的恩典 你听我的话 听我说 遵行就好像聪明人 将房子盖在盘石上 遵行我天父子的 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 遵守我的人 这个人就是爱我 爱爱的人 要蒙父爱他 好了 二十二就是耶稣教人爱仇敌 二十三就是主耶稣教导人施语和给人 神必然祝福 二十四 耶稣纪念我们的好行为和赏赐 是很多经文讲到赏赐的 主耶稣和圣灵 耶稣被圣灵引到抗野 接受试探 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 去传阳福音 还有主的灵在他身上 叫被老的得释放 核眼的得看见 就是他能够有这个神迹能力 试探主我到圣灵的能力高拿撒冷耶稣 能够医治被魔鬼压制的人 也说到圣灵 真理的圣灵灵引导我们进入 中文文学本翻译做 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其实这个很明显看到 是那个翻译者 他们的神学 他们想到真理是明白的 但原来是进入 可能他们不明白 什么是进入真理 如何进入真理 但是当你用一个熟灵的眼光去看 就是不单止我信 我是会走那个真理 活出那个真理才会进入 所以他将 有些人就将 基督教变成了一种信念的宗教 就是我信什么 而不是我行什么 和活出什么 走出来活出来 还有在耶稣 参应门徒的时候 都是应许圣灵降临在他身上 耶稣知道人的隐情 掩盖的事没有露出来 必定没有不露出来 还有这句说话很重要 约翰二章二十四、二十五节 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贪婚 因为他知道万人 也不需要有人见证 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 所以他知道人的心是如何 我们再看下面 二十七 耶稣这些说话 也有深度的律法的指责 但是他很多说话是因脸推动的 譬如说 马帝兄是摩利的 南面地狱的火 动淫念 就已经是犯奸淫了 还有爱受的 耶稣路加三章十七节 他手里拿着波基 要扬静他的墙 将肯用密灭的火烧尽 墨子就收在仓里 这里有恩典有律法 因脸就是墨子会收在仓里 就是神储存、体重的 然后那些不听话的 就有不灭的火 也都耶稣警告那些 不听、不悔改的人 你们将来比索多玛、俄摩拉 更加难受 还有人所说的闲话 句句都要供出来 这个都是一个指出人的说话 证明他真的 是不是和神有关系 路加十三章一到五节 这里都是一个很强烈的警告 就是西罗亚楼 倒塌死了十八个人 是不是那些人更加有罪呢 不是 如果我们不悔改 都是要这样灭亡的 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 今年且留着 如果他周围挖开土 加上睡 如果结果子就变八个人 不是就将他斩掉了 法利错人和瑞利的讨告 就是法利错人好像做了很多好事 但是在神眼中并不是宜的 并不是公义的 中文二十八 就是主耶稣轮道永刑 圣经很清楚说到 在这个火焰里极其痛苦 虫是不死 火是不灭的 是往永刑 所以是有真正的永远的刑罚 所以我们一定很逼切去传阳福音 二十九 耶稣与天国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我想 这个题目 我想说一件事 有很多人看到耶稣说天国 他一看到天国就觉得是千禧连 其实你看耶稣说天国 是说到人悔改 说到人在你的内心 他并不是说到千禧连 事实上我想跟大家说千禧连这个教导是一个非常有争论性的题目 为什么呢 因为当耶稣说到他回来的时候 马太二十四二十五章 二十五章就说到人子在荣耀中降临 他就聚着在他脚前 好像牧羊的人将他分开绵羊和山羊 绵羊在右边 山羊在左边 就说到他荣耀降临 而马太二十四章是说到什么呢 就是他万民都要哀哭 万族都要哀哭 大家有没有印象 这个灾难的日子从来都没有过的 以后都没有的 这个灾难的日子 这个灾难的日子一过去之后 他们就看到耶稣的兆头在天上 万族都要哀哭 人子要嫁着天上的云降临 然后在马太二十五章就很清楚说到审判了 就是说有绵羊山羊 绵羊就是做好事在主的弟兄身上 山羊就没有做 绵羊就进入永生 山羊就进入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 大家有没有印象这些 马太二十四二十五章 好了 现在说的是什么呢 耶稣一回来将万族聚集 跟着永生永刑 是没有说到之后的千禧年 但是千禧年在哪里有说呢 在启示录二十章 其实那里没有说到千禧年的 就是说有说到有一千年的时候 撒旦释放出来 那这个一千年撒旦释放出来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就认为就是新约时代 就是在基督徒作王 释放不是一千年 是最后那时释放 讲错了 一千年末的时候 撒旦释放出来 那就是一千年 就会有很多基督徒作王 就在他宝座上作王 然后一千年的末期 就撒旦释放出来 那千禧年的教导就是从这儿拿出来的 但如果从耶稣和保罗的教导 就全部都不是的 全部都说到耶稣回来就是审判的 但是启示录20章所说的 其实在启示录之前是发生了的 为什么发生了呢 如果大家有看启示录 你发觉很多次都说到打仗 列国和他打仗 已经打赢了 为什么还会再有国家出现呢 其实启示录是重复不同的角度的 就是你如果留意看 我在网上有启示录的 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传给你的 启示录是七次说到耶稣回来的 重复说到 它不是一本顺次序的书来的 是重复不同的角度说的 那 我都会和别人说的 其实 有没有千禧年 没有所谓 千禧年的意思是这样的 耶稣回来就不是完的 有些人就可以在千禧年里享受 然后其他人呢 就是一千年就 那个观念就是这样的 当以色列那些国家仍然存留一千年 很多人不信耶稣的 不过都可以存留一千年 由一千年完之时 魔鬼就释放出来 然后那时候才是白色的宝座大审判 那到底是好似耶稣所说的 还是 启示录20章是一个 用天上的角度形容 新约时代 新约时代 就是一千年代表新约时代 代表就是基督徒作王 我们现在作王了 然后在末期 撒旦被释放出来 看事录十六章有说到释放撒旦出来的 开个无底坑 有很多蝗虫飞出来 已经有说到释放出来的 打仗又重复了 说到一次的 又说到打赢了那些列国 是一个结论的 而为什么我在这里 说到耶稣的天国 那里要说这个问题呢 因为曾经有一个 很强调千里年的人跟我说 他说我每次看到 圣经说天国 我就这样都是千里年 我说你看这个内容 一点都没有说千里年 全部都是说天国的福音 天国好像什么呢 那些种子出去有不同的泥土 天国好像那些人 有没有预备好 接受耶稣的恩怜 因为没有 全部都是说这些的 没有说到 有一个国度 怎样 怎样强盛 全世界的人 就听了 这个以色列的话 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这样的 以色列就听了 就是全世界的 最主要的地方 最强烈的 还有基督徒最强壮的 其他万国都旷复在面前 后来基督徒 魔鬼释放 那他们就会打 会打以色列和基督徒 到底 启示录20章是 重复说回之前所说的 还是是之后一件事呢 这件事我们可以慢慢查 不过我想说的 其实都不是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回来 你就看看有没有千里年 在我们说的不是很重要的 到时会揭晓的 反而是不是灾前被提才是重要 那我根据圣经 我是很清楚查到 是耶稣降临 灾灾难之后才是被提 圣经很清楚 并完全一点都没有说到 灾前我们全部被提 就失踪的 是没有这件事的 圣经是没有说这件事的 那我有个文件 很清楚很详细 大家有兴趣可以传给你 这个只是我因为 讲开这个天国 所以我们这样讲 那我们就停在这里 我们明天就会继续回 天国 因为这个就是 给大家看到天国是什么 OK 有没有问题想问呢 我们有结束 祈祷结束 亲个天父多谢你 因为福音书给我们认识耶稣多美好 耶稣的 他的美善 他的慈爱 他的恩典 他的权能 他的能力 他是满有能力的 一切在他手中 如果不是从上头赐给 比拉多 他没有权并扮耶稣的 耶稣也都赐给我们 权并可以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 原会有什么能害我们的 我们知道 我们是在耶稣的恩典和权并之下 我们都是恩典推动 不是律法推动去遵从神 我们知道 我们走神的路 神一定欢喜 神一定祝福 神一定加力 神一定欣赏和赏赐 提升我们的生命 叫我们成为一个尊贵的人 多谢天赋 赞美天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